大片吐石从山壁上滑落 现场马上扬起大片尘土 让人本已经受阻的道路 完全没有可以通行的空间 吐石再次崩落 导致人无法行走 大陆领导东线5.2公里处 从16号清晨就发生过摊坊 17号上午9点多又再次发生山壁坦塌意外 警方和雪霸国家工人管理处巡查员 立即出动大型机具前往抢修 把握时间夹紧脚步 因为有20名登山客因此受困 一个给他就要 一个给他 而且反正都给他 因为他还没记得要走 已经带着已经带着 登山客在崩塌落实的另一边等待救援 先是透过人力的方式递送安全帽给登山客 再来就是边清土石边救援 趁着土石清一个段落之后 没有再次崩塌风险时 及时爬上土石 好在最后20个人都平安脱困 因为18号一早 这个路段再度发生崩塌 今天早上现场的土石持续崩落 范围加大 官物管理站以家派人手在现场 引导山友通过 连续三天发生落实摊坊 雪霸工人处公告 从18号中午开始禁止人车通过 后续什么时候重新开放 会再另外进行公告 静新闻洪瑞里 江建中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静静空 静静 静静